韩星GD被爆料涉嫌吸毒 透过了律师三度的发出了声明 从全面否认提出委任状 还有出席意愿书 到今天现身到了仁川警厅接受调查 警方表示说将会对他进行检疫的测试 而确认是不是有接触到毒品 再采集尿液跟毛发送到进行精密的检测 因为GD是在未传唤自愿到场 打算先听取他的陈述 并且确认他跟非法卖毒品的限制医生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联 另外来看到了英国天团 将在11月11号12号两天 在高雄市浴馆开场 吸引了十万歌迷前往 带动了住房率超过了八成 对高雄市的观光产值有正面的帮助 但是观光局为了恶准旅宿业者 趁机哄抬房价 也启动了房价的稽查 有四家的旅馆被查出来 有哄抬房价的情况 将会依照规定裁处罚还一到五万元 而当中还有旅宿是累犯了 得要按次来处罚 女性瑞莎也模特的身份来到台湾发展 最近有消息指出说 因为她在2019年放弃了乌克兰国籍 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推广体操运动的良好形象 可能会被列入民进党部分区立委的名单 对此瑞莎的经纪人回应说 并没有接到联系 不过我们看到现在立委传出说 民进党要把她列入部分区里面 不过对此时事评论员黄阳明说了 瑞莎在2013年取得了中华民国永久居留权 2016年底取得了国籍 2019年放弃乌克兰籍取得身份证 以这个国籍法的规定 新著名规划我国的国籍 要满10年才有参选立委的资格 所以瑞莎目前是没有参选的资格的 感谢观看